Sponsored by Switchboard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WaveTech浪科技,我是Eric 最近Meta也更新到了1.1版本 至于更新了什么内容,我这里借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修复了一些问题和性能提升 目前可以上手的Meta产品也越来越多了 像Nanoleaf的灯泡,Eve Home的一些传感器 还有Akara M2的网关产品 当然今天开心的又加1了 这是Switchboard新款的网关 Switchboard Hub 2 外观看起来像是3D打印的外壳 ABS材质,背后有一个支架 可以有两个角度站立 折叠起来也可以贴墙安装 支架后藏着一个USB-C的供电接口 配备了一根很长的USB-C线插 线上有一颗温度计 独立分离的设计可以避免主板的热量 对温度计的影响 当然不需要温度计功能的话也可以用普通的USB-C线插供电 插上电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像是断码液晶屏的设计 其实楼刮屏下藏着一个LED的点阵 以及两个触控按钮 边上还有一个红外接收器和发射器 我们这里可以用来控制一些红外设备 例如家里的电视机和空调 机器支持2.4GHz的WiFi4以及蓝牙4.2连接 支持META协议 但是目前只是一个桥接器用来桥接一些不支持META协议的纸设备 家里至少还需要有一个META控制器才可以正常使用META的所有功能 例如HomePod NextHub 或者是发布了还没上市的Acala M3网关 我们知道目前META仅支持WiFi或者Thread作为无线连接协议 蓝牙只是用来首次配对的时候使用 配对好的设备主要还是使用WiFi或者Thread进行通信 所以一些本来使用蓝牙Mesh或者Zigbee作为通信协议的设备 就需要META的桥接器 把不支持的蓝牙或者Zigbee设备通过桥接器桥接到WiFi和Thread网络里 然后接入META平台 实现不同品牌的跨品牌跨APP联动 甚至可以使用不同品牌的语音助手进行控制 例如可以同时使用Siri或者Google Assistant 或者未来接入Acala Hone的小桥进行控制 这就是智能家具的未来 这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刚刚说到SwitchboardHub 2 其实这里是个META的桥接器 那么第一个可以被桥接进META的平台的产品 就是Switchboard的串联机器人 这里我叫它爆杆机器人 这可能是我见过安装最方便的罗马连机器人了吧 就这么拉开一挂就安装好了 同时还带了许多整理串联的小配件 这简直就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你以为IF、Good Design以及红点大甲设计只是个花瓶吗 这里我就说一个很小的设计细节 罗马杆的串联杆有些是可以伸缩的设计 伸缩的罗马杆上会有一个接头 很多机器人可能爬不过这个小陡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witchboard的滚轮是非对称的设计 可以轻松通过串联杆上的接头 如果阶梯太大了 这里还可以通过附带的胶带来缓冲一下 目前通过Hub 2 揭入META平台的只有串联和百叶联两款机器人 其他的纸设备还没有揭入 可能会在未来的固件更新中 慢慢的把一个个老设备加入 但是老设备仍然可以连接到Switchboard的APP里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备 第一个就是Switchboard 这里可以理解成一根远程遥控的手指 可以按任何的东西 这个是手指的形成 不仅可以按凸起的按钮 甚至一些电脑的开机键 按键需要下凹下去的也可以控制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设计已经很厉害了 它里头还有一个小铁片 可以把开关拉回来 对于这种翘板开关 不仅可以开灯 它还可以关灯 蛮有意思的小东西 你的脑洞有多大 它就能有多好玩 还有一个想提一下这个无线开关按钮 上面有两个按键 其中一个按钮还有下凹 满按的时候也不会按错 执行成功会有闪灯 不仅闪灯 里头还有一个分明器会响 其他品牌的设计通常只有一颗LED灯 按的时候会看到灯亮没亮 来判断信号有没有发射出去 是不是产品没电了 有个分明器对于这种满操 或者顺手一按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不用盯了只是灯看 最后再次感谢Switchboard WavTag频道的支持 但是厂家并没有提前观看本期的内容 也没有对内容做出任何修改 最后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OK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Bye